你用的行政院长出来跟你选总统 你的面子往哪里放 因为很清楚 台湾在落后 台湾在混乱 我们的总统被包围了 我们的总统被贪官污吏跟派系包围了 我们的总统没有能力看穿这个现况 没有办法改变它 因为我们总统他活在自己的圈子里 为什么民进党派系这次疯狂出来帮你选总统 因为在你领导之下 大家可以吃香喝辣 你的团队可以大摊特摊 你不管他们 你被架空了 这是真正的危机 韩国瑜一针见血 他直接说总统在总统府内被陈局秘书长给架空了 而在行政院也被院长苏贞昌给架空了 任命了这么多的 包括像是国营企业 还有这些金控的董事长 哪一个有经过总统的同意呢 所以韩国瑜这一次就是用民进党的团队来打蔡英文 他主要是要攻击蔡英文的领导能力 像他讲说蔡英文本人是很单纯的 但是加上总统两个字就变掉 为什么呢 因为他被架空 被谁架空呢 被苏贞昌 被陈局 被赖清德被派系所架空 那他也举了非常多的例子 包括赖清德 赖清德是最明显 因为赖清德之前曾经是蔡英文的行政院长 可是居然看不惯蔡英文 要出来跟他参选 那一开始赖清德的民调 还赢蔡英文大概20%左右 后来一路被蔡英文的网军打到趴掉 那赖清德还出来囚牢过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在蔡英文的领导之下 所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跑出来支持蔡英文 这就是因为蔡英文当总统 他们才能够得到派系分赃的机会 所以大家可以检验一下 去年过去四年来 在蔡英文当总统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整个派系都蓬勃发展 有菊系的 有林佳龙的交通部龙系的 然后还有苏系的 谢系的 哪个不是在政府里面吃香喝 像我们最近所讲的卡神杨慧如 他就是一个谢系的 那另外苏贞昌 曾经拔着过一个叫做廖灿昌的 他曾经因为合库 抄贷给庆富汗下台 最近又被拔作为第一银行的董事长 这种例子不深美举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很聪明 这次就直接用 你看你们团队就这个样子 有没有这个状况 你来讲 为什么在你执政底下才会出现 因为你无能 因为你管不了他们 所以你被架空了 那第二个 我觉得韩国瑜这次呢 还是一样用了很多比较生动 比较接地气的方式 去戳破蔡英文 冷冰冰的数字背后的真相 蔡英文今天的政见 坦白讲也延续他过去的风格 两样风格 第一个用美丽的数字来做包装 第二个呢 用很多文青式的语言 所以蔡英文一开始讲话呢 他就提到 他就说 韩市长上次用大海跟浴缸来做比拟 但是韩市长不知道 我们台湾现在在大海 而韩市长在浴缸 却以为那是大海 其实这就是一种文青的 一种说法 跟韩国瑜上次所讲的 大海跟浴缸 根本两回事 上次韩国瑜讲的大海浴缸 是说韩国瑜在跟你谈特征组 你在跟他谈闺蜜变主蜜 这个是一个高度的差距 如果说韩国瑜讲的是浴缸的话 蔡总统 你的闺蜜变主蜜是什么 浴缸又不是 你只是可能一个小水滴而已 所以这又是一种文青风 数字的部分 韩国瑜讲得很清楚 如果说按照你讲得这么好 每个数字都成长的话 为什么台湾现在还是一样苦 还是一样乱 应该是甜爽笑乐 怎么没有 大家自己可以感受一下 你说股市上万点 一万两千点 大家赚到钱了吗 没有 大部分都没赚到 除非你是买台积电 台积电八成以上的 都是外资赚轴 所以你用这种数字去骗人 没有用 你讲经济成长率 经济成长率是跟以前对比 所以蔡英文前三年 我们的GDP都是负的 最后一年因为比之前好就成长了 就像打篮球一样 打四节 前三节都遥遥落后 第四节只要领先一点点 就是大幅超越了 所以这不要用数字骗人 我觉得韩国瑜非常成功 用这样的方式去戳破 蔡英文的这两项包装 为什么呢 嗯哼